医师健康02138公布迎起,指截至今年9月底指6个月销售额不少于15.2亿元,按年增长最少60%,当内地销售额增长不少于34%,而医疗服务销售额增长最少达100%。 其内集团录得历史新高的整体销售额,主要受益于本港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率上升,对提供的医疗服务有强劲需求,本地整体市场情绪改善,及零售业全面复甦所致。此外,受惠于集团上一财政年度下半年收购医疗资产所产生之正面协同效应,亦是另一因素。 内地方面,受惠于消费者的潜在需求,集团凭殖其于医美市场的领先地位,同样实现了业务持续增长。 事实上,集团近年趁市放低迷下,不断进行收购医疗资产。 最近的收购为8月时收购两家在香港经营收医医院。 监于香港对受医服务的需求,加上卖方可为集团提供新收入来源及日利保证。 予以看好,由于港府推出消费券计划,以及现时疫情受控,相信通关后将迎来更有力的消费反弹。 对于集团前景可持乐观态度,医师健康股价近月需处于高位回落后之调整期。 但10元水平有强大支持,可于现时水平吸纳。 上望12元,跌破9.5元指示。 位置